开始之后采买就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通常是用网购的 然后叫到家里 那通常都是用一些比较 可以长期保存的青菜 像洋葱啊 高丽菜现在就是非常贵 像这一颗就要卖100块左右 整理从网路购买的蔬菜水果分装 放入冰箱 从5月中旬本土疫情升温 网购蔬菜箱已经是不少家庭主妇的 最佳捕获管道 但怎么买还是只能感叹 菜价实在涨太高 或加上摆满新鲜蔬菜 工作人员也随时补上货品 防疫当前民众减少出门次数 一次出门就把货全部买齐全 还有蔬菜通通要采买 疫情下民众都不出门聚餐 改为自己开火 不过不管到传统市场或是到大卖场 民众都很有感 就是蔬菜水果的价格都变贵了 根据主机处最新公布 价格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7.49% 以及4.6% 另外这也创下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记录 而整体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也达到了2.48% 也创下2013年3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疫情前后对照5月初与6月相比 叶菜类的青江菜每公斤11元涨到83元 涨幅654% 小白菜每公斤11元涨到77元 而花果类的丝瓜从每公斤22元涨到55元 与民生相关的17项物资5月上涨1.33% 三级警戒后民众扫货重点就是泡面 而泡面类涨幅达到2.72% 沙拉油调理油年增率为6.11% 最为明显 而其中5月368项茶价项目当中 物价上涨就超过3% 的项目就达到75项 占了约有两成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终于等到疫苗问世 欧美国家施打疫苗的比例高 已经看到解封曙光 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逐渐复苏 对于原物料的需求也就更旺盛 不过台湾物价持续攀升 是不是也可能受到美国通膨影响 那因为我们台湾去年的2月到10月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都是负成长 所以那个时间点其实有通货紧缩这样的疑虑 那也就意味着今年其实一直到10月 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通货膨胀 某种程度上的压力 相较于其他的 比如说像一开发经济体 像美国的话 我们国内的一个通膨压力 应该是还算温和 国际原物料包括铜驴只将都在涨 缺货柜的情形也没有缓解 运费持续攀升 不仅增加民众负担 也对摊商零售业者造成压力 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像好比说像叶菜类蔬果类 那有因为产地的关系的确是有影响到 本身菜价的部分有稍微微幅的调长 但是比较穿农市场上面的话 还是以调幅的状况比较少 那另外就是针对 如果说有调幅商品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有包含了像 蠻额的一个优惠 或者是说用红利点数换购的方式 去提供消费者一些优惠的折扣 不过以防疫物资口罩 酒精价格并没有上调 专家分析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可能只是短期因素 也会随着疫情变化有调整 整体餐饮业生态改变 民众居家防疫 但活食费可是让荷包大失血 TVV新闻李伟华 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请订阅按赞分享TVV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